大家好,我是Sackroot 本次课程将由我为大家带来外部应用安全相关的知识 课程中涉及的知识点有以下几部分,我们来看 好 在介绍知识点之前,我先唠叨几句 说到信息安全,大家脑海里第一反应就是黑客 对,没错,就是黑客攻击 大家是不是顿时觉得热血沸腾 我们在电视电影里经常会看到黑客控制别人电脑 盗取别人的数据,简直就是网络世界里的幽灵 但是,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非数权的攻击行为都是非法的 而且随着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完善 对非法的网络攻击行为,打击力度将会非常大 非法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 窃取数据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所以,我在这里再次重申 不得利用所学的知识进行非法的网络攻击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因此呢,我们此次课程中重点不是黑客的培训 而是教会大家从黑客攻击的角度出发 来发现我们系统中存在的问题 然后对黑客攻击行为进行又针对性的防御 但是,课程中会涉及到漏洞的利用和常见攻击手段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未知工,焉知防 我们只有清楚地了解了这些攻击手段 这些漏洞的利用环节 才能更好地防止网络攻击的行为 才能更好地保障我们的网络安全 好,言归正传 首先呢,我对此次课程简单地介绍一下 本次课程我们会涉及到基础知识介绍 色扣注入攻击 前端攻击 文件上传 文件包含 以及安全加固这几个知识点 在后续的课程中 将会有实战的演示环节 演示环境采用Linux加Apache加PHP加MySQL 大家如果有对这些不了解的 可以提前预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开篇知识 我们主要介绍Web应用的概念 工作原理 然后还有数据库相关的知识 Web相关知识 以及操作系统相关的知识 开篇知识是为后续讲解的内容做铺垫 后续课程中用到的知识点 会在这一章做简单的介绍 对这方面知识不熟悉的同学 可以在课后抽空了解一下 以便能对后续课程知识 进行快速的理解和接受 其实我们也能看出来 数据库相关的知识 将在下一章节 Sircle注入里面重点会用到 Web相关的知识 如HTML、JavaScript 这些知识会在前端攻击 如XSS的宽展脚本攻击 CSRF、宽展请求伪造攻击中 都会用到 另外文件上传中 可能还会用到Web脚本类的 比如GSP、PRP、ASP之类的内容 操作系统相关的知识就比较复杂 可能我们在平时的安全防御 或者安全测试中 都会和操作系统相关 这方面实际用到的我们后面相关的有 文件名解析、Web中间键 这些在后面的文件上传和安全加固中会用到 主要重点的安全知识点部分 如Sircle注入、前端攻击、文件上传、文件包含 我们将从代码级别进行漏洞原理的解析 从实战角度进行漏洞威胁的演示 从漏洞的成因来讲解如何防御 防御手段可以是修改代码 可以是从这种手段 直接修改代码去做加固的话 可以从本质上解决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以采用第三方的安全设备 比如Web因为防火墙 采用Web因为防火墙的目的是因为 比如我们现在发现了一个漏洞 但是因为我们的开发人员 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修改 但是这个时间段可能会有黑客攻击 那我们就可以采用第三方的安全设备 先对攻击进行一定的风度 然后我们的开发人员 再从代码去做实质性的修改 以达到我们的系统安全 在最后一节里面 我们会讲以一个实力 来讲解Web应用安全加固 实力环境是 还是Linux 加Apache 加PHP 加 Masko 的配置文件 Apache 的配置文件 以及操作系统的敏感配置文件 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加固 最终我们可以自己打造出来一款 非常安全的 LAMP 环境 也就是Linux Apache Masko 同时我们还对我们的操作系统进行了加固 以保证我们的Web应用系统的安全 好 接下来我们来重点 对第一章节开篇知识进行讲解 在开篇知识中 我们会了解到Web应用安全的概念 工作原理 数据库和操作系统的相关知识 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Web应用 通常情况下我们理解的Web应用 是指提供Web服务的应用系统 其实通俗讲就是一个网站 比如说我们通过浏览器 向Web服务器发起请求 也就是我们打开一个网站上的链接 这个时候服务器接收到请求 将相应的服务器资源 比如图片文本这些内容 以网页的形式展现给访问者 也就是我们在网页上看到的内容 这个系统就是Web应用 好 我们上面理解了Web应用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Web应用的工作原理 或者它的工作流程 其实上面讲解的 基本上已经点到了一部分内容 对于Web的工作原理 或者流程我们来看这个图 首先呢用户通过访问 通过http请求 这里我再插一句 基于Web应用的访问协议 都是http协议 那么用户就会通过http请求 向Web服务器发起请求 Web服务器接收到请求以后 向中间键和数据库 发出请求来索要相应的资源 中间键对脚本文件 比如GSP ASP PHP 这类的脚本文件进行解析 从中获取到相应的内容 比如说这个内容中 现在要查询数据库的某部分 相关数据 那就会再调用数据库 从数据库里面提取出相应的数据 最终再以页面的形式展现给用户 这个时候 展示给用户的时候是一个http响应 http的响应过程 网页里面有静态和动态的两种方式 这里有一个知识点 就是动态网页和静态页面 到底什么是动态网页 什么是静态网页 可能有的同学会说 动态网站不就是网页上有flash动画 有gf动态图片 甚至是基于html开发的动态效果 其实这样的理解是不正确的 我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动态网页 动态网页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流程图里面介绍的 用户通过发送http请求 中间件解析 相应的脚本文件 再从数据库里面去调用相关数据 这个动态网页指的是和后端的数据库交互 动态的提取所要用户所要了解的数据 然后反馈给用户 这样的网页我们称之为动态网页 而不是说网页上有动态的效果 不管是flashgf还是html5 这样的网页效果动态效果 我们都不是动态网页 实际上它是静态网页 看到这个图以后可能有同学还会有一些疑问 为什么我的web服务器只有一台机器设备 而这个图里面却用了三台呢 这个图里面我们看到有web服务器 中间件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 而实际上呢 对于web应用来说 不管是中间件数据库 还是web应用 本身都是软件 既然是软件形式 那肯定是要部署在操作系统上 而操作系统又是运行在服务器硬件之上的 所以 那软件我们完全可以部署在同一台服务器上 也可以分布在不同的服务器上 当然 至于怎么样去部署 这和网站本身的架构有关 我们这里不做过多的介绍 对网站架构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从网上或者从其他资料里去了解 网站架构相关的知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web相关的一些知识 web相关的知识呢 主要有HTML JavaScript 以及相应的脚本类文件 比如ASP PHP GSP之类的 这里 这个知识点的话 主要涉及的是web开发相关的 不是我们本课程的主要内容 所以我不做详细介绍 但是这里我可以推荐一个网站 w3cschool 在这个网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知识 比如HTML 服务器脚本类 数据库类 以及浏览器脚本 JavaScript之类 我们在这个网站里面都能看到 而且这个网站 不管是从这个语言或者这个脚本 或者说这个用法上 还是实际的它的实力介绍上都讲得非常详细 对这方面知识不太了解的 建议可以从这个网站上去学习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数据库和操作系统相关的知识 数据库知识我们刚才也说了 在下一章节 sirco注入里面非常重要 这部分知识呢 我们掌握基本的增刃改查 那是肯定要掌握的 而且不是我们通过 查询企业管理器或者是管理工具 去用鼠标点一点 而是要了解到它这个sirco语句 通过代码级别去了解 从数据库这边的话 我们有下面几个例子 比如sirco server 熟悉sirco server的同学 大家应该都知道 sirco server里面有一个存储过程 有一个系统存储过程 叫xp下滑线command shell 通过这名字我们也能看出来 cmd shell那应该就是执行命令的 我们从数据库里面做了这样一个测试 比如master master是一个数据库 master.xp下滑线cmd shell 这个是存储过程的名 后面跟上我们要执行的操作系统命令 比如ipconfig 就查到了我们当前操作系统的ip地址 熟悉操作系统命令的同学应该知道 ipconfig命令就是来查询当前操作系统的ip地址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查询已经生效 执行结果已经输出 当然如果作为一个攻击者 我这里不是查询ip 而是添加一个系统用户 那我就可以直接对当前操作系统添加一个管理员账号 进而控制你的服务器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第二个是对于my circle 我们知道my circle里面有loadfile函数 loadfile的用法 我们从这个名字也基本上能看出来 就是加载文件 其实就是读取一个文件 这个截图呢 是我做的一个linux下的一个测试 比如我们来读取linux系统中的etc 目录下的password 我们看结果 password的内容已经被读出 那这个如果说攻击者现在读的不是这个内容 而是一些敏感的配置文件 比如说我们应用系统里面 肯定是有数据库连接文件 那我现在要读这个数据库连接文件的话 那数据库里面 这个数据库连接文件里面的数据库账号密码 对于攻击者来说都能直接获取到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第三个就是Oracle数据库 Oracle数据库的存储过程 支持Java编程 目前我们测试过的有Oracle11G以下 比如Oracle9i 10G 11G 当然包括Oracle11G 这几个版本呢 它的存储过程都直接的Java编程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说我现在获取到了一个 Oracle数据库的账号和密码 是一个普通用户 普通数据库权限 那我连接上来以后 我可以通过Java编程的这个功能 把我的权限提升成数据库的DBA DBA权限 提升成DBA权限以后 那我的相对来说权限就更高 我可以再进行Java编程 来对操作系统进行操作 比如说命令执行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例子 我上面这个Java代码 当然这个是不全 就是这段Java代码的话 它的作用是readfail 我们可以看到是来 也是来读取文件的 但这个是懂Java的同学 可以自己去编写 自己想要执行的命令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函数已经创建成功 然后再利用我们创建的函数 来读取这个flag文件 当然我们这边的测试 只是在读取文件 同样作为一个攻击者 他的目的绝对不止于是 读取我们的文件 而是要执行操作系统的命令 那这个时候如果攻击者 编写了一段 执行操作系统命令的Java 然后借助Oracle 数据库的存储过程 来执行这个程序 那他就可以直接 对操作系统执行命令 相当于在操作系统上 直接执行命令 最后就是 操作系统相关的知识 操作系统相关的知识的话 相对来说比较杂 从操作系统的分类来说 有Windows操作系统 Linux操作系统 还有Unix操作系统 我们在平时见的比较多的是 Windows和Linux 但是Windows也是我们最为熟悉的 因为我们不管是平时的办公 还是生活中 我们都用到的是 Windows操作系统 所以相对来说 我们对Windows是非常熟悉 当然有一部分同学可能对Linux也比较熟悉 但熟悉这些都是最好的 但是呢 我们在平时工作或者生活中 用到Windows操作系统的时候 都是基于图形界面 也就是像我现在这样的操作的一个界面 是有界面的 用鼠标点一点 很快就搞定了 但实际上 作为攻击者 了解更多的是操作系统的命令 比如我现在来做个实例 对 这个是我们刚才数据库里面执行的一个命令 叫IPConfig 我们看到这个命令执行以后 我当前系统的IP地址就已经被输出了 IPConfig输出了相应的IP地址 但如果要了解这方面内容的同学 有兴趣了解的话 可以下去查在网上查一些有关Windows DOS命令的知识来进行学习 但这些命令 不只是要了解这一个命令本身 我们还要了解它的相关参数 参数我们怎么去了解呢 或者说我们在不知道的时候怎么去查询呢 这些命令还有相应的帮助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 斜杠2的时候会显示完整的配置信息 斜杠release的时候可以释放我们指定的适配器的IPv4的地址 等等等等 这些大家有兴趣下去自己看一下 这边不再做过多的介绍 好这个是Windows系统 还有Linux系统 Linux系统的话在服务器里面相对来说用的比较多一些 然后Linux系统用的比较多 而且很少有像我们Windows那样有图形界面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 比如这边是我连接了我自己的一个Linux的操作系统 我们来看这直接就是一个命令行的格式 那这个时候如果想对这方面了解的同学 那肯定要对Linux系统的操作命令去学习了解的非常多 但Linux也有很多执行的命令 比如像我们刚才查看Windows IP地址的命令叫IPconfig Linux我们是另外一个名字叫IFconfig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也查到了我当前系统的IP地址 甚至是Mac地址 这边都会有 这是我们的Mac地址 也就是硬件网卡的地址 我们都能查到 Linux下游如果要查看帮助的话 我们是用这样的命令 我们可以看到用刚刚help就是帮助来查看这个命令的用法 详细的参数都可以用到 但除了这个命令还有其他非常非常多的命令 这里我就不一一做相解 这方面知识不管是Windows操作系统 Linux操作系统 我们在实际中 实际渗透测试或者实际安全测试中 用到最多的都是命令行 所以同学们下去一定要对这方面知识做预习 或者是学习 因为本章或者是本课程不涉及操作系统的这个用法 所以我们这边不会做系统化的讲解 可能在用到某些命令的时候 我们会去对这个知识做一定的讲解 好 以上介绍的知识点 如果有不了解的同学 希望在课后能不能及时充电 下一章节主要讲色课注入 我们将以MySQL为例 MySQL是一个数据库 一个开源的数据库 像上面我们刚才也讲到了 SQL注入主要是基于SQL语句来执行的 所以对数据库不了解的同学 一定要提前预习 因为我们本身是以MySQL为例 所以建议大家先从MySQL入手 好 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期再见